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焦点 未来太空旅行像坐飞机一样平常 在SpaceX升级版猎鹰九化火箭首次发射计划实施之前 埃隆·马斯克阐述了他可重复使用火箭的长期设想 火箭执行多达十次发射任务而无需任何定期维护 最终可通过翻新实现至少100次重复发射 不过这次猎鹰九化火箭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太空中心的发射任务 在最后一刻引技术问题被取消 但将于周五进行第二次尝试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马斯克称从明年开始 该公司计划在同一天使用同一套主引擎和第一级火箭连续完成两次发射任务 这比以往更近了一步 预计火箭技术的不断进步 最终将使太空旅行像乘坐飞机一样平常和安全 无论是对于SpaceX还是其运营的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 马斯克都吹嘘其在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 提出超宏大目标且制定的具体时间表通常不切实际 他的这些做法一直备受汽车业分析人士和航空航天领域竞争对手的非议 最近马斯克与华尔街分析人士就特斯拉能否增产和解决频发的生产线问题产生了冲突 如果马斯克有关SpaceX火箭的最新豪言未能兑现 恐怕又会受到行业分析人士和对手的指责 多年以来该公司一直未能实现提高发射率和按时完成新航天器的目标 不过周四的新闻发布会非但没有弱化公众的猜测 反而凸显出了马斯克以更具野心的目标来继续博得眼球的决心 马斯克高度称赞了最新的零九号称其为史上最可靠的火箭 他还表示确信手下的工程团队还将实现第二级火箭的全面可重复利用 目前第二级火箭在重返大气层的过程当中会像一颗流星一样的燃烧 2015年以来猎鹰九号火箭发生过两次灾难性的爆炸事故 相比之下竞争对手联合发射联盟的火箭 在比这更长的时间内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故 联合发射联盟是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的合资公司 如果可重复利用战略获得成功 马斯克还希望将轨道发射成本从5000万至6000万美元降至500万至600万美元 他说这将相当疯狂 不过客户将不得不承担部分研发的成本 但马斯克没有解释这一天何时会到来 也没有解释商业规划出现如此巨大的改变 如何还能产生足够的收入 为即将推出的一些宏大项目提供资金 包括研发巨型深空火箭 以及部署数以千计的小型通讯卫星 在这次发布会上 马斯克的表现一如既往的冲动 并重申了他对SpaceX所怀志向的宗旨 他的目标是建立一支能将人类运送到火星的火箭发射飞船舰队 而且非常灵活 运营成本与飞行频率与传统航空公司大致相同 然而为了接近这一目标 SpaceX首先需要证明 其可以利用目前版本的猎鹰9号安全的运送飞行员 美国国家航天及太空总署的官员正在考虑 是否批准在火箭注入低温燃料时 让宇航员位于火箭顶部的舱室 马斯克表示安全问题有些被过分夸大了 但他首次公开表示 如果必要 我们可以调整运作流程 先向火箭注入燃料 马斯克1971年出生于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 是拥有加拿大和美国双重国籍的企业家 工程师和慈善家 他本科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 获得经济学和物理学双学位 1995年至2000年 马斯克与合伙人先后创办了三家公司 分别是在线内容出版 电子支付 国际贸易支付工具 2002年6月 马斯克投资1亿美元 创办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出任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官 2004年 马斯克向特斯拉汽车公司 投资630万美元 出任该公司董事长 2006年 马斯克投资1000万美元 与合伙人联合创办了 光伏发电企业太阳城公司 2012年5月31号 马斯克旗下公司SpaceX的龙太空舱 成功与国际空间站对接后返回地球 开启了太空运载的私人运营时代 好了 以上就是由梁骏为您带来的华尔街焦点